现在我们来学习一下外半针的构法 我们一个针目由两边组成 一个是内半针 一个是外半针 外半针就是离我们自己比较近的那一针 从第一个外半针调起 勾过线 外半针 我们每次勾之的时候 就是勾之人这边的外面这半针叫外半针 然后这里面半针就没有勾 外面半针就勾起来了 中长针长针长长针都是以此的方法勾外半针 通常外半针在应用理率用的比较少一点 不会像内半针用的那么多